印度长达36天马拉松大选周一结束 点票工作仍未结束 不过截至今天 初步点票结果显示 63岁莫迪领导的在野党 人民党赢得过半议席 预料会成为下任印度总理 布达佩斯法院5月13号 以战争罪和其他罪行 一审判决西亚利前共党高官 前内务部长比斯库有期徒刑 5年06个月 他被指控在1956年 匈牙利革命发生后 参与组建和指挥匈牙利安全力量 下达了向平民开枪的命令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目前正努力推动解除60年来 制约日本军事作用的禁止 如果安倍晋三如愿 那么在东亚紧张局势升级的情况下 则将使东京在安全方面 发挥更大的作用 电视新闻界传奇人物 84岁的美国民主播巴巴拉华特斯 今天告别影光墨 为他横跨53年的辉煌播报生涯 拉下门墨 华特斯以访问证界人士 云民流著称 从古巴琴强人卡斯处 到迈克杰克森等剧情 都曾是他的访问对象 新唐亚来电视总理报道